新內閣共事營第二天 楊梅山上起了誠霧 政大財稅邦丁克華 徐哲 一大早散步 準教育市長陳良基 還用相機紀錄 美麗瞬間 當然我個人是畫了一個太陽 希望說能夠是多彩繽紛 陽光普照 準行政院發言人同政員 把美好回憶隨身攜帶 前一晚利用畫咖啡杯介紹自我 被形容LKK的閣員們 激發無限創意 有一位畫了一個咖啡杯 那麼中間是新台幣 剛才昨天畫咖啡 畫新台幣的是不是你 沒有啦 沒有看到 咖啡不要那邊沒去 正好那個新台幣 就是我內座畫的 是誰 是彭總裁 新隔員們互虧爆料 共事營才藝天 感情更麻糬 尤其馬國涉罪 32台人遣返大陸 新隔員們緊急召開應變會議 準陸委會主委張小月 準法務部長邱泰山 準外交部長李大維上演跨部會 沙盤推演 昨天下午我們也借用了這個場合 各個相關部會的手掌 都有聚在一起 我們國人本來應該遣返回台灣 改成把他帶到中國大陸去 這個做法 基本來說是傷害到台灣的司法 以往台人詐騙案 馬國多遣送台灣審理 但這回卻移交大陸 招質疑是給新政府壓力 也給準法務部長邱泰山出難題 陸方藉此測試我方底線 也考驗蔡英文怎麼突圍 別讓詐欺慣犯遣送大陸 成為各國遵循作業模式 記者張士奎張年號 SNG小組台北報導